《新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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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吃你那个面包 我们说 你这个男的 我有爵士 我不是这么爵士 我就是个女孩子 我有身体精气 就像我饿了 但你拿着面包 我会吃你的 有一个男的 他虚弃者也拿着面包 你一看他 吃了他面包 还也还不起 你肯定也不吃我女儿 你反而很放松 但是你不会蹦的 就跳起来 就像被蛇毒了一下 跑到很别的影子也没了 内心就是先碰的 弹下去了 然后眼神也不对了 人家没说话 就想觉得他要摘你皮 人家还说 我没想摘你皮 谁就是想让你吃个面包 吃不吃饿不 就是这样 对吧 想多 有时候这种状态 反而有时候让你想多 很害怕 这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你知道吗 在这方面 害怕这方面有这个 我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好 这个负责任不负责 没 这个负责任没关系 我知道你对自己负责任 负责任疼了 我很严肃的对待 就是每一份感情 你很严肃的对待你皮肤痒痒吗 是夸缩 你毛不毛这个 我不管 但是你有这种 很严肃的对待皮肤痒痒吗 你现在你那疼 你跟痒痒没啥区别 你跟我说很严肃的 这些大气小气大做了吗 他是个角色 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是吧 但是不代表你会 我会乱啊 会什么 但是你会很放松的 面对自己的身心世界 你不会面对自己的世界 其实内在 我就说你外在好像 这个问题出现在什么程度 你外在因为在澳门那个场 你接触的人多了 你必须迅速的学会那些人情事故 去处理这些异性的关系 或者跟同性一些的 外在好像长大了 其实内在就 可能内在就七八岁 外边小个二三十岁 你内在那个小姑娘没长大 对对 就是不会 其实她里边她 就是觉得 你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那个是洁癖 这还叫洁癖 你越有这些洁癖 其实是内在的缺失感越重 就是很重 不代表说 我确实我真的需要一个男人的不错 是 在情感方面越孤独 我就是 越孤独了 越孤独了 全身警惕啊 全身只要在一涉及到性格情感这方面 你全身马上就是那种 就紧了 拧紧了 拧紧法桥了 就是上了法桥了 我要全力以赴突击 然后呢 我开始逃呢 还是留下呢 那种那种 一年之后 就是我不要这样 就受刺激了 你必须放松这些东西 我不是说你要放松 现在放松没有问题 你放不松 你的问题是正确地看待身心事件 正确地看待这件事 你越正确地去理解这件事 越正确地去理解男人女人 就是理解一个男人跟女人的生理构造 生理这些东西 那不代表你是个坏女人 你正确地理解这些 理解生理的需求 理解这个情感 你越正确越正常地去理解它 不要带任何人类的道德观念 跟你以前看到的负面信息 就是正确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站在这 她就是她的生理结构 她的情感 在她的生理周期的时候 她出现的对女人的梦想 也对男人的一种 她出现的自然的诱惑 不要带任何的道德理念 不要就像两个小孩子 要站在那去认知就行了 认知不代表你要做什么 那样你才能放松 你现在带着很多负面的 或者是道德理念的东西 或者是圣洁的不圣洁的 这些东西来去看待你的身体 看待一个女人的身体 这样你会什么 这样你会觉得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里边实力 你会觉得 在情感和性质方面 越来越会有罪恶感的 我告诉你 不只是内在牛罪的 你会绷得很紧 而且呢 在外在你造句子的时候 你永远觉得自己不美 你会不断的去化造自己外在的东西 就是形成一个很矛盾的肉体 你知道 把自己搞得很矛盾 这个都是你不正确的 认知导致的 这个跟你谈恋爱 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 就是不正确的看待了这具肉体 你是一个完美的圆满的 这是个佛体 你不要以为这是个佛 佛说四大结构 只是因为你不怕你自恋 到最后这个肉体是个佛 你知道吗 你做佛还不是他做啊 谁做啊 你成佛你修行 最后还不是这个肉体来做 六根来做啊 谁来做 受报也是他 成佛还是他 你别以为这四大结构 臭屁了 平时我们骂的 是因为众生太子做了 太爱这个东西 怕你自恋 舍不得这些舍不得那些 形成我直 对这个肉体形成我直 他最后成佛做主 还是他 你坐在这多么圆满完美啊 他上面有一切功能啊 他有酸麻冷藏头 他可以感受所有宇宙的一切 风吹日晒 热冷麻痒 你看你的肉体多敏感 什么都能感觉到 而且生理对男人的感觉不错 对女人的感觉不错 对不男不女的不错 而且你是如此的敏感到这种程度 知道吧 你的生理觉寿的感觉 包括你的意识层面的感觉 这句生甜 野耳皮写生意 这不是六个吗 这个世界的感觉 你不觉得他很微妙吗 他精确到比那个签品还要精确 他的爱恨去做那些东西 微妙的精确到 精确到简直就是 比任何一个机器 你都造不出来的机器 他微妙的 他在同一份爱里面 假如说 爱这个是二一个人里面 他可以同时具备业务讨厌恨 同时具备可怜 他说 他包含了一千种元素 就是一份爱里面 能包含一千种元素 就像你做了一碗粥里面 包含了一千种成分在里面 你能够在一碗粥里面 包含一千种成分 这碗粥还不变质 一份爱啊 你爱一个人里面 里面啥也有此 然后双铁苦辣 全在这份爱里面 你看看你多厉害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曲奇 给我们赋予的那种能力 你不觉得这叫神通吗 是吧 然后呢 爱里面 恨里面也是 恨里面竟然还包含爱 是吧 有时候还包含很多很多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 这个曲奇就在同时能够接融 我们的意识跟曲奇 同时能够接融 就是里面 这个真的是上帝伟大的杰柱 这真你造不出来的 你明天做个机器人 你给它造出来 我觉得这个太复杂了 机器人它可能造个意识去 主确的理解 地位什么是爱 什么是恨 是吧 但是它很难在爱里面包含恨 它一定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的肉体可以完美的 和谐的统一 所有的这一切 你的肉体 你的每个细胞奶巢 包括你的 你说你认为的这个破脂肪 破奶巢 就是没有这个 你看我休息早就成婆了 就是这个留我在 留我留在这个人道 还做了女人 是吧 做了女人不说 还要生孩子 还要怎么多老太子家 还要说有老罪过 他对罪要改 是因为这个女人而生气 女人怎么了 很圣洁完美的这个肉体 我告诉你 到最后成佛才是这样说的 因为没成佛你太自恋 所以超皮拿不要理他 到成佛了 光芒外壮的就是这个东西 没有其他 这就是妙友 他叫真空叫妙友都一样 我告诉你 不要说真空妙友 真空是真空妙友 妙友就是真空 最后完美的呈现在这三维角度 到如来就是这样子 就是包含一切的 如此完美的一个圣洁的身体 这个身体每个细胞都在放光 我告诉你 每个细胞都如此完美 你怎么会讨厌 你怎么会觉得他有罪流感呢 有罪过呢 是不是 他可以帮你感受这个世界 你不觉得这句曲奇在这个世界 伟大的不得了吗 太厉害了这个曲奇 他疼他也疼得奇妙 你看 你都说不出咋疼 他说这样这样串着疼 是吧 你能给我行为不出来那个疼吗 是吧 里面一切住元素 他永远不会绝对的说怎么疼 疼里面包看 疼过一个时候的话 身体制度调节 他的症度频率 疼只不过症度频率改变了 他到一定时候 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他休克了 知道吧 他让你感觉不到疼了 是吧 又感觉到了 不知道疼是什么 身体那种自我调节 真是太伟大 太神奇了 祖来啊 佛在这儿 每个人都是 他其实根本就谈不上 什么叫圣洁完美 这些词都用了 这些词都不足以 不足以去描述我们这个肉体啊 所以我们感觉父母到最后就是 没有父母哪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 给了你一个完美的完美的精确的 简直就是像如来一样的身体 而这个身体可以带着我们在三维角度 体现三维的一切 想切的东西 做一切功德 你所有成佛做做 你修行成佛不得靠他 是不是 你做功德不得靠他 你苦不得靠他 你快乐不得靠他 是吧 你吃不得靠他 你想贴一下面包不得靠他 是吧 你小子出珠海来这儿 你不得靠他 出澳门你过来 你不得靠他 把你带过来 你看看我们的肉体 是吧 爱他 但是不是 爱他 他不是说让他变得圣洁 他里面有邪恶 怎么没有 是你定义的 这叫邪恶 是他有一切种元素 是他有一切种功能 人家这个肉体 就切切无量无边的功能 他可以带你 想说三维 四维 五维 六维 七维 八维到十维的功能 这是你不会用 我告诉你 人家里面带着摄像机 录像机 歇围镜 带着卫星 通讯卫星 亮着卫星 什么都有 这是你看 你遇到神经多了 为什么有的人 人家有神徒 一穿越穿墙 你就不行 你不会用这家飞碟子 这个身体非常伟大 是吧 做什么 里面是什么 是出了一个不好的 我这个身体 为什么会觉得 想跟他在一起 邪恶 然后他就给对了 然后这个身体说 我也没碰他 为什么就邪恶了呢 我就不就有个角色吗 怎么就邪恶了呢 是吧 是不是 你坐在那儿 乱想他身体是有很多的 就是那种功能的 很多功能 只是你就拿走 是吧 他可能有保健的功能 这个保健随时随地 啊 亮戒 就是很厉害 那种 人家亮出来你说 邪恶的 你亮出保健干什么 难道你想杀人吗 人家就有保健的功能 难道你让这只剑藏起来吗 是吧 你为什么不拿这只剑救人呢 是吧 你为什么不把 拿这只剑 你需要救人的时候 亮出来说 你不需要救人 他放在这儿 他也不代表邪恶啊 是不是 亮出来就是 是你定义了 这叫圣洁 好 这半叫圣洁 完美 好 你只要你给圣洁完美定个定 你这个身体就有一半在邪恶里面 身体那只叫功能 那不叫邪恶 邪恶是你干的 你给化的 你说 嗯 这个家伙是邪恶的 这个家伙是坏的 是吧 有些 有些男人也一样 男的他 他身体里面 他具备一切功能 跟没有一样 看他用这个功能去做了什么 才能定义他这是什么 大家说 有些人说 我乱想做了 小的东西也有点邪恶 大家说 这是立马是 我这个不是对那些人说的 对很邪恶的人 我不这样说话 但是对你我就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不太只认为自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你不放手 你不认为这个东西是有 你把它看过 看成 就要不是正确的来面对它 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每个人 这个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一具具体 就算他缺个本 短腿就是缺一点点 也不缺那种 切百个元素的也不缺 他体验都 通口翻来体验一样的 我们太复杂了 知道吧 我们头脑太复杂了 我们头脑复杂了 把自己伤害了 伤害了我们这个肉体 伤害了我们的心 而且知道吧 这个来自于自裂 有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是自己太重要了 就你有没有肉体 我也有 我们都有 大家的肉体都是一样的感觉 冷 多冷 热 又什么呢 曲奇 就算对着镜子描两下 也不是描不出三只眼 还是两只眼 就是大小的问题 长短的问题 变一变 是吧 咱就感应看 描一变 大小长短变了 还不就这样 只是人力太夸张了 就很执着吧 放下那些概念 看待自己 灭对自己 明天这儿疼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我这个身体会疼啊 体液疼 你就想 我这个肉体 其实就是你的肉体嘛 跟你身体的 这个肉体在体液中痛感 唉 放松吧 就说 不用痛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不容易 就是 以前 就是我错误的认为 这些东西啊 其实没有什么伤害的 这些东西 也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人伤害我 没有人伤害我们 是我们定义错了 是我们切标切切错了 没有人伤害你 有时候 太疼啊 就是 太痛死了的时候 就是 生气的时候啊 实在是控制不了 就会 念 但是 对啊 对啊 关系菩萨跟你说 没有人伤害你 对 然后 我就会闭着眼睛 然后把意念 就转在这个地方 不行 不行 又缓和 会没法 念菩萨名的话 你会专注 当然菩萨会加持 但是最主要自己 最主要加持完 是你有智慧 知道自己结在哪里 你一定要想明白啊 你最主不想明白不行 你只是说念 菩萨念佛去求 你后 有时候就觉得没力了 如果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可能觉得 哎 念佛菩萨也不起座 是吧 但是你想明白起座 是吧 有时候 念的念的后 很想不哭 对啊 你听我的话 你坐在那儿 静下来 哪块儿疼的时候 哪朝疼的时候 乳房疼的时候 你就坐在那儿说 哎 其实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伤害我们 这世界没有 是我们切标签 切错了 前面切标签 切错了 切了个伤害二字 啊 切上感恩就行了 换个标签就行了 你换个感恩爱 换个爱字就行 或者换个感恩 换个对不起 都可以啊 就在这儿贴上 拿个字 带个字 挑挑写上感恩爱 对不起 都切在这儿 三天就好了 词曲线 記 predecessor 是 是 指 作曲线 是